由許澳山和羅生堡聯合創作的全新作品 就用聲音和影像刺激觀眾的感官細胞 幫大家緩醒對大自然的記憶 感受需要流動的節奏 以為時間流動一定是緩慢的 許澳山就說未必 其實就不是偏慢的 反而我會想嘗試用那些你認得出的 例如像鳥仔聲 水聲 在那四段其實已經聽到的素材 那些是怎樣用一些好像處理音樂的手法 例如變成節奏 有漸大漸小聲 有些戲劇性的變化 來做那三段音樂